其實原來做頒獎嘉賓的心情都很忐忌 對 好像手掌也是肉 手背也是肉 好的 萬千聲輝頒獎典禮 2019 最佳男主角 1、2、3 馬國瓏 太好了 太好了 馬國瓏 00年加入藝分班 演出多個經典角色 深得觀眾歡心 先後分別在20年、2017年 2018年三度獲得 最受歡迎電視男角色 多次被網民推做時帝 今年第12次提名最佳男主角 終於憑白色強人 充滿正義感的彭鳴醫生 打破宿命 獲得人生首個時帝寶座 等一下, 再說話了嗎? 快點說話了 我們… 這麼多年… 我知道你沒說話, 我說 我是… 終於見到你獲得 這個獎是很多年前你應該要獲的 今天你獲得獲得 我們鐵馬家族也很開心, 好嗎? 大哥, 不要在家裡哭 他獲得獲得, 今年是他的 大哥掛著臭兒子 他說是不是也要叫你的名字 好, 今年真的嚇壞了 今年真的嚇壞了 我首先感謝大家的反應 你們這個反應我沒有獎 我今晚也算是贏了 謝謝你們 我今早出門的時候 我媽媽跟我說 今晚中了就發了 然後我說, 中了也要做的 我媽媽說, 不是, 今期八千多萬 其實今年我見過 和我爭的名單 我真的沒想過 今年有機會獲得這個獎 我想真的有運 而這個運就是我遇到白色強顏 謝謝Marco 謝謝編審強哥 謝謝每一位導演、導演、導演 所有工作人員 台前幕後所有工作人員 因為這個獎 其實是大家幫我獲得的 謝謝你們 謝謝TVB的梳頭化妝和服裝 謝謝所有投票的朋友 謝謝傳媒的朋友 謝謝你們 最後也要多謝珍姐 多謝洛小姐 多謝杜先生 還有多謝Sandy姐 多謝你們 也要多謝我入行以來給我一個機會 或者給我一個鼓勵我的所有朋友 多謝你們 Thank you